这是杜兰特给出的九个单身理由 每个理由都像感情里的甜狗 俗话说 男人有钱就变坏 但这并不适用于纯情的杜小帅 盘点NBA的那些顶级钻石王老五 每位王老五的背后 都有一个专属的单身理由 第一位扎姆斯·哈登 35岁的哈登没有女友也没有孩子 当威少伦纳德·乔治 抱着老婆热炕头的时候 哈登只能独自去夜店狂欢 威少出来休斯敦时 哈登对他说 如果你暂时没有住处 你晚上可以去我家 因为我晚上一般都不在家 为了得到巅峰科勒卡戴山 哈登已经耗尽了全部气力 可最终的结果却是人才两空 竞技状态也一落千丈 众所周知 哈登的理想型是前途后翘 所以哈登可能也是为了保持竞技状态 才一直选择单身 第二位克莱·汤普森 据不安全统计 汤普森的女友数量 一个手肯定是数不过来的 汤普森钟爱模特女友 她也和哈登一样钟爱夜店 但是无论换多少女友 汤普森都始终没有走进婚姻殿堂 可能汤普森的心理 只容得下她养的那只法斗 毕竟别人中国型都是拉着女友一起来 汤普森却只带自己的小狗参加 第三位伊巴卡 前雷霆大前方伊巴卡 有着MBA历史上最出色的静态天赋 但直到如今都没有一个女人 敢长期拥有这个静态天赋 伊巴卡的前女友说 伊巴卡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但最终他们两个在订婚不久后 就选择了分手 第四位凯文·杜兰特 上面这几位无论是谁 至少都还谈过几个女朋友 但是杜小帅却从来没有体验过爱情的滋味 曾经核实 他想喝斯嘉丽的洗澡水换来的 却是无情嘲讽 他还公开表达对雷哈娜的喜爱 但雷哈娜却表示 他只喜欢扎姆斯 作为身价好几亿的顶级富豪 杜兰特可以拥有他想要的一切 但唯独找不到属于他的真爱 对雷哈娜却表示